大家買新手機的時候 都一定會買回手機殼 就算你喜歡拿跑都好 都會買回螢幕貼旁下新買個安心 今次Price的評測就跟大家找來兩張 價錢和包裝都有一定差距的螢幕貼 給大家看看是不是真的便宜沒好好東西沒便宜 我們選了一張市面上普遍都賣的3D全包剪裁 和聲稱有9H硬度的玻璃螢幕貼 價值200多元 而另一張便宜的就是售價10元的半包玻璃螢幕貼 平常常生活我們都會把硬物和電話放在一起 所以測試會用鑰匙去刮和撞擊 看看兩者的防刮表現 我們暫時看到貴的這張螢幕貼的表面沒有任何花痕和損位 而便宜的螢幕貼的邊位已經出現了少少的崩痕 而每次跌電話最怕就是螢幕會裂 那時便靠螢幕貼 第二個測試一於做一個Drop Test 才適合你們特別的程度 我們看看這兩張螢幕貼經過反覆的Drop Test 都沒有出現更多的傷痕和損位 第三個測試 決定用一個比較極端的方法 用鎚子去打它們 看看這兩張螢幕貼抵受撞擊破壞的耐力 在終極測試上,兩張弱點都很明顯是在邊位和角位 只要一受到撞擊,就會出現崩和裂的狀態 經過三重測試後,最後都可以成功冒爆屏幕 不過始終都是一分錢一分貨 貴過JAN的防掛程度的確是高很多 真的少少花痕都見不到 如果你想要耐用度,就要花多一點錢 今天我們的測試來到這裡告一段落 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多產品評測,就記得留意我們Price